大家好啊 这个 刚才给大家讲的一段 发生在 这个北京军区 空军后勤部里边的仇杀 一个河北兵 一个山东兵 都是有托 有门子 有后门的 互相欺负 引发的仇杀 再给大家说一段什么呢 这个 我的一个堂姐 给我们讲述的一个故事 我这个堂姐 是我的舒白大爷家的孩子 她跟我父亲 他们都是排着的 那个字 他们那一辈都叫荣子辈 然后我这个大爷呢 家里边穷 是八路军征兵 征到了村里一个地主家吧 然后那个地主家比较富裕吧 其实地主不是什么坏词啊 土地的主人 是吧 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呢 就像富农 富裕的农民 难道越穷越光荣吗 是吧 地主富农资本家 这些都是好词啊 都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呀 然后地主家呢 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 谁都知道当兵 可能这儿子就回不来了 于是这地主就说 说 谁 出个儿子 给我们家当兵 我们给他点地 那会儿我这个书白大爷他们家吧 应该是比较穷 他又是老大 又老大 他下面还有个弟弟 那个弟弟就是 我说那个国防大学 我那个书 然后呢 他妈 我们那个大奶奶 是一个心比较硬的人 可能老百姓也穷吧 人一穷 是吧 你都这个光脚了 你还怕穿鞋吗 就命就没那么值钱了 就说让我们家儿子去吧 叫锦荣 叫锦荣 我们那大掰就当兵了 就是 后来还不错 他应该是跟着高十一 杨其良 就是独一旅 贺龙的1290独立第一旅 旅长是高十一 这个政治部主任是杨其良 这都是我们老家那个村的人 然后 他带的人都是冀中平原一带的 仁秋 文安 熊县 河坚 安心 都是白杨殿大清河的冀中子弟 副旅长是湖北来的老红军 王上荣解放以后的总参作战部部长 应该就是跟着他们走了 后来去了东北 在林彪的四野 参加过打锦州 其实他们怎么打日本啊 没怎么聊过 当然我这个大掰我也只见过一次 83年 大奶奶去世 见过一次 有点上火啊 不好意思 然后呢 这个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 我这大掰 这个 他是 也参加过渡江战役 打到广西省的首府桂林 据他自己说 每天在黎江里边游泳 游个来活 后来调到内蒙古 担任要塞司令 他自己说 他自述 说这要塞司令就是个团级干部 后来又调到辽宁锦州 当这个军分区的副司令 就是个副师级干部 后来这个 他的几个孩子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 他有几个孩子了 反正有儿子 有姑娘 稍微有一点印象的是他那个女儿 我现在不确定是否是他唯一的女儿啊 我们知道叫小丽 我们这个小丽姐吧 在八十年代初的样子吧 到北京来过 因为亲属里边 我们家是住在北京的 所以他们转车呀 出差呀 都要经过北京 我们家的亲属 北到黑龙江 大概是基西 鹤岗七台河那一带 有我们家的亲戚 然后辽宁 锦州 还包括 釜顺或者安山 然后西边 然后西边到新疆的查布查尔西伯自治县 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西南到 西南到四川 到南边到广东 这都有我们家的亲属 包括国外也有 这个我们家是个大家族 这个小丽 因为部队啊 部队出身的 尤其是当过一定级别的干部的 这个军官的子女 很多还当兵 因为他能够获得一定的照顾 当然呢 军人家庭呢 也都有从军的传统啊 也都是子成父业 你看这个肃玉的儿子肃荣生 陈庚的儿子陈之健 是吧 罗戎桓的儿子 罗东进 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贺龙的儿子贺鹏飞 这种人太多了 包括武修全的儿子 曾三的儿子 现在还在总参情报部门里边 这个 所以这个小丽 就我的小丽姐也当兵了 那会儿我小 十岁左右啊 他来之后 在我们家 还是我爷爷那个院啊 青年活物的十七号 大家一大家子 那会儿非常热闹啊 一大家子在那听他说话 他就讲他部队的见闻 其他的吧 我都忘了 但是我记得他说了一件事啊 新闻 新闻 你能够记住的往往是负面的啊 也许他说了很多好的 但是我们记不住 因为我们觉得好的是平常的 是正常的 而这种负面的 他会在你这个大脑回路里边 留下一个勾 他说在部队里发生了凶杀案 这个凶杀案 还不是刚才我说那个 一个人杀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杀很多人 应该是在一个野战军 他应该是说过具体的地址 或者军队的番号 部队番号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记得他说的这个事的梗概 也是有一个人吧 肯定是受点委屈 或者他实际也犯错 然后被收拾 被处分 总之他不满 然后这个人 他从军火库 是吧 任何包括一个连队 也有军火库啊 武器库 这个子弹袋 弹夹压满了 然后枪上膛 包括手榴弹 应该是全连 全连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他在门口 还是从那个窗口啊 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情节吧 开始扫射 然后投掷手榴弹 应该是死了不少人 但是后来好像他的枪 卡壳了还是怎么样 他肯定也是慌 什么叫犯罪性格啊 如果你平常是一个理智的人 你不会犯罪 犯罪有心理学 还有成本学 所以有些人是冲动型人格 一时激愤 他就会犯罪 就像消费 像我们学过消费者心理学 消费有理智型的消费 也有冲动型的消费 也有从众型的消费 这哥们几眼了 不想活了 杀了好多人 后来可能是枪卡壳了 还是怎么样 逃跑 还是听我们那个小利姐说 往附近的山上跑 如果是山上 那么就可以合理推断 是一个野战军 野战部队 是吧 机关 部队机关 一般在城市里 在比较平的地方 这是我们那个小利姐说的事 后来我那个大掰也去世了 大掰去世了 后来慢慢慢慢的 也都没联系了 后来听我那个书 在北京国防大学当处长的那个书 他们是亲亲的兄弟吗 然后包括我那个堂哥 现在在朝阳区这个建委 也都是非常高的干部吧 主要干部 然后他们去锦州 出席过这个葬礼什么的 那是他们的亲叔白的 亲叔白的 我们又又远了 他们亲叔白的这个兄弟什么的 据说在锦州是黑白两道通吃 一般来说 黑社会啊 黑道也愿意结交几个高干子弟 那我哥们 我老铁 军区副司令 某某副司令的儿子 然后副司令的儿子 也也喜欢结交黑社会 也喜欢结交政府的人 原来我的哥们搞过一歌厅 那歌厅里还有我的一点点股份 开幕典礼的时候 这桌是公安局的 这桌黑社会的 还互相敬酒呢 这就是现状啊 这就是现状